各位好,我是施工系杨维吾老师 这门课是要介绍Android App的整个程式设计 这是下面是我的办公室的电话 还有我的Email 所以同学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透过Gmail跟我联系 那请你不要寄信到我的信箱 因为学校的信箱已经快报了 顾名思义这门课就是要教大家在Android这样的一个平台上 设计这个手机的一个开发程式 所以不是要去介绍在Apple上 Apple相关的一个平台上去开发 所以这个同学也要注意一下 那Apple相关的一个程式开发的课程的话 那这些也有开另外一门课叫iOS的一个程式设计 所以同学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修 那这门课用到的一个教科书 是这一本 这个Android初学班 那是疾风出版社出的 你可以看到它已经是第九版了 所以事实上这本书已经是写了很久 而且是大概收到很多人的一个欢迎 所以才会出这么多版 那各位可能不太晓得是Android这个 这个程式的一个开发来讲的话 最近几年有稍微有一些变化 早期的话是Android的这个设计的话 是用Java Java的程式语言来做开发 那维护什么这些的话 也都是这个 以Java Base这样的程式语言的为基础 来做一个维护跟开发的 那但是最近这几年的话 有一些改变就是 原因是Java这个语言的话 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几年 AI什么这些 新的这个应用 应用不断不断的出现 那Java是Oracle Oracle拥有的 那Android是Google Google这边的话 在Android平台 是Google这边在维护的 那Google对于Java语言的话 事实上来讲的话 这几年是一直有一些不满 就是原因是 Java这个语言虽然是很成熟 已经这个受到大家欢迎 而且使用也很长一段时间 而且是占率啊什么这些的话 都没有问题 都是都非常非常的高 很多人都在使用 但是问题就是说 因为新的应用不断出来的时候 大家会有新的需求 那会对程式语言一样 也是在演进 所以Google对Java这个应用在它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像Android系统上的应用的话 他一直希望Oracle能够去多加一些功能 或者是一些feature特性 让这个Java的应用呢 能够更受到欢迎 在Android的整个设计上 设计这个程式的时候 能够更受到欢迎 但是Oracle这边的态度就是很不积极 就是Google讲的就是有听没听这样子 因为可能Oracle觉得是说我也是大公司 Google虽然你也是大公司 我也是大公司 那为什么我一定要按照你的这个命令 说去加这些东西这样子 所以Oracle以前的话对Java这个部分的一个更新 那事实上来讲一直都是很被动很不积极 所以Google这边的话说实在是就不满 不满到这个前几年的话它终于受不了 Google终于受不了 所以就是前几年它就后来受不了就决定公开就说说它要跟Java来做一个告别 就是Android系统 它就宣称了Android系统以后 它就不会再使用Java来做那程式开发的语言 好所以这个是简单的一个介绍啊 所以Google它不用Java的话它用什么呢 它事实上它有讲是说未来可能的一个选择的话 它是会用他们自己开发出来的一个Cotlin的语言 好用Cotlin来做这个Android这个手机的方面的应用程式 所以这个大概是一点背景的介绍 那我知道这门课是很多非自公系 非自公系的人是同学来修这门课 那很多也都可能你们也可能是对程式设计 可能只是稍微有一点概念学过一些简单的一些技巧 我是一个观念 那我也知道说你们以前学的大概就是比 了不起大概就是以Java为基础 这样子程式的一个设计 所以我这边要特别的一个说明的是 因为Android程式设计的话我是像上学期我是开在子公系 那我就会使用Cotlin这个语言来教 那下学期这边的话 因为这门课是开放给非自公系的同学来修 所以我担心 我就担心 这个可能同学对程式语言的这个方面的一个技巧掌握 我不是很熟悉 所以我考虑了一阵子之后 我决定是说为了不让同学有太大的负担 因为Cotlin的语言的话 虽然是它有很多的地方跟Java语言很像 但是事实上也逐渐的就是说你可以看到 就是它加了很多新的一个功能 所以我担心这个部分来讲 有一些比较深入的应用的一些技巧的部分 对各位来讲会造成负担 所以我决定还是回归到用Java的这个语言来介绍 这个Android的这边的应用程式怎么做开放 那其实各位也不用担心就是说你觉得这个用Java来做这个Android 这个手机的这个程式开发会会怎么样 因为毕竟Java用Java这个语言的话已经是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坊间上很多app的确 就是说很多很多的app都是 事实上还是用Java来做开发 再加上就是说我刚刚讲的Cotlin 有一些部分的话相当一部分的话还是 会跟Java这个语言这边的使用还是共通 所以我想的话应该在最近这几年以内的话 应该各位在出去工作 在去用的时候在去设计的时候应该应用上还是没有问题的 只不过这边还想先跟各位提醒一下说也许 因为未来的世界我们不知道会怎样 那甚至来讲也有很多传闻就是 到底这个Android平台那Google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 如果不用Java的话到底要使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做开发会比较好 事实上来讲事实上都是有一些 一直不断的大家都在讨论 那Cotlin语言的话 事实上大家在讨论的时候 事实上 在界定是说他到底是不是适合拿来做Android平台的程式设计的时候 事实上也有人很多人提出来是他可能是比较是 适用在一般的程式设计 也就是说如果你是要做手机程式开发的话可能Cotlin还不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有兴趣的各位可以去网路上搜集一些资料 那也有人提出来一些其他的语言 但是这些东西都还不是最好的定案 所以这个大概是相关的一些背景跟大家说一下 好回过头来算我们看一些教科书是用这一本 然后我之前教这个 Android的程式设计的话曾经用的 就是像这一本有当作参考书用过 这一本有当作参考书用过 那孙后明先生写的这个书的话 事实上你去找的话应该都是蛮厚的 蛮厚的书 那它里面的话每个章节都是就是可能一个范例或几个范例 事实上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来找我就是我会推荐你几本那个就是有点 有点像是Android App的这种词典 就是里面可能会列出几百个范例 然后每个范例可能就是一个小小的topic 也有人用用这样的方式来来介绍Android App的程式设计 所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来找我 所以我会介绍你几本书啊 不过那几本书的话大概可能都是都是 就好像是一个大词典一样 那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这时候可以从里面去找到你想要的一个范例 然后直接拿来修改也可以 那其他的 其他就是一些Kotlin的书渐渐的会有一些关于这方面的书 这个写出来像我 在志工系的话我就会用这一本就是 我就是上学期的话就是用这本来介绍 用Kotlin来做这个Android程式应用程式的开发 好这门课的这一个评分方式的话就是主要的就是分组做这个专题 那我们会在期末的时候 请各个各个小组呢上台来报告啊 有口头报告跟书面报告 那这是我们课程主要的这个评分 那还有一个就是读书会30% 那还有就是说加分的部分就是说如果你有去参加比赛 如果你有组团队或是你个人去参加比赛 那有得奖的话 那也可以做加分 那当然是指说跟这个课程有相关的啦 不是说跟这个课程无关的比赛 所以跟各位强调一下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手机应用程式大赛 或什么之类的 那有得一些奖的话那一样可以加分 那这边来讲跟各位特别强调一下 就是做专题的部分的话 就是希望大家赶快去做分组 最好是大概一个月内给我你分组的名单 包括你的组员的学号姓名 还有组长是谁等等之类的 那请你记信到我局没有心相 尽快尽快 因为18周说实在很缩短也很短 那分组的时候请你注意一下原则 基本上是三到五人一组 那我不接受 再跟各位强调一下 我不接受一个人或两个人 所以请各位同学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这个专题 那个专题的这个制作来讲 其实最重要就是希望大家有团队合作的经验 那各位将来出去毕业出去之后 也很重要的需要有团队的一个合作的经验 所以我希望是各位 各位就不要是单打独动 是希望是有三个人以上 三个人以上这样来共同的开发这个APP 转体的需求当然是主要的就是 Android Studio Android Studio 这是大部分的这个开发 这个Android APP的一些使用的一个Package 当然你也可以去使用其他的Package 甚至说你有一些外挂什么这些等等 都都可以 没有强调说你一定要 使用Android Studio 不过Android Studio可以想是说 最官方里面最 最使用最多的一个这样开发平台 那其他的软体 像有一些远端遥控的软体 也会鼓励大家去使用 为什么需要远端遥控的软体 主要的是 因为学校机器比较旧 所以那 那大家知道就是说Android系统越来越大 所以成那个什么 档案也越来越多 配件外挂也越来越多 等等等之类的 所以就是说 事实上如果你是用学校的机器的话 会 我担心的是说 有一些新的功能 还有就是 因为学校有装还原卡 所以一些更新的功能 事实上就是没有办法更新 所以我又觉得是说 最好的方式就是各位自己 在家里灌好Android Studio 然后你每次上课之前的话 就把家里的机器打开 或住的地方的机器打开 把这个远端遥控的软体 Active 把它启用 然后到教室 学校教室这边来上课的时候 就用远端遥控的软体连接到 你住的地方的一个机器 然后这样来做一个 远端的一个遥控 还有学习这样子 这样会比较好 所以会建议大家 你去装 一些远端遥控的软体 包括TimView AnyDesk 或是Google 远端桌面 然后是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你不装这些 远端遥控的软体 你也可以使用Microsoft的远端桌面的连线 但是问题是 因为远端桌面连线的话 它会主要是使用在固定IP 或者是区域网路里面 那所以就是说 如果你的机器 住的或是住的地方 不在学校的区域网路里面的话 那可能就没办法使用Microsoft的远端桌面 连线去连到你的机器 所以这个地方是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强烈强烈建议 所以我自己本人也是这样子用 就是用远端遥控的方式来做一个连结 好,这是读书会注意的事项 因为我们的课程的评分里面 有一部分是读书会 这边来讲就是 也是建议大家就是 依照你们在这个 做专题开发的时候 专案开发的时候 三到五个人 就当作是读书会的成员 那一样就是尽快在一个月内里面告诉我 你这个读书会的群组 有哪些人 学号姓名 还有你的 这个读书会的群组的名称 要叫做什么 尽快把这个名单寄给我 那我会帮各位先在读书会的平台上 把这个读书会的帐号开起来 那读书会平台的这个网址 是在这个地方 各位你可以上去看 用你学校的帐号密码上去看 连到读书会平台去看看里面的东西 好,那读书会的 当然是希望就是各位在这个做专题的时候 有一个讨论的过程 好,所以就是说也 就是希望是说搭配 相互能够搭配这样子 然后我会希望各位在一个学期里面 可以写三份的读书会报告 每一份报告的话 至少要300个中文字 这边都有写 或是600个英文字 然后要附上讨论的照片 一到两张 那因为疫情的关系 也许各位不方便面对面谈 如果各位不方便的话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也要附上线上讨论的一个画面 去让我们看 去让我们看到说的确 你们的确是组员在 网路上面有做这样的讨论 好,所以 请各位注意一下 好,那报告的内容跟照片 请你不要重复 好,不要用教室来当做照片 的这种背景 就不要当做你讨论的一个场景 这样子 还有报告 请你用图书馆提供的格式 这个在读书会平台这边有提供 好,在这边都有提供 人家你会看到 好,所以请你这个 读书会报告 请你不要自创格式 好,因为在这个 这个平台 如果你进去这个平台的话 你会看到 它实际上是有提供 读书会报告的一个制定格式 那请你就是 填好写好之后上传 好,上传的时候 以组为单位就可以了 不用每个人都上传 好,上传的时候 请你上传点Doc 或Docs 好,不要上传点pdf 好,所以要跟各位 特别注意一下 好,请各位特别注意一下 好,读书会平台怎么使用 怎么操作 这个系统怎么操作 你进到读书会平台的时候 好,这个网址刚刚上面都有 你进到读书会平台的时候 事实上这边有使用的说明 它会告诉你说 这个读书会平台 怎么样去操作 使用等等之类的 好,所以 这是有关于 读书会的一个 报告的要求 好,请各位一定要了解 好 那这个读书会的三份报告 就是在期末之前 好,上传就可以了 好 好 那这个整个课程的讲义啊 什么公告啊 什么这些等等 甚至最后的成绩呢 我会放在Mood 好 那 学校方面 最近我收到的那个mail是说 可能会有一些改变 可能会使用其他的系统 有可能的 但是我不知道 这个开学之后 是不是学校 这边的话 是不是会有做一些什么样的变更 不过在没有确定 没有变更之前的话 原则上我们 什么的 这个课程的一些相关的资讯的话 我们都是还是使用在Mood 系统上 那需要跟我联络的时候 请你使用Gmail信箱 不要使用Gmail信箱 刚刚都提过了 上课的时候 请你不要玩游戏 那还有就是 如果在你哲学期 学习的过程当中 你有任何 发生了任何事情 不管是车祸 生病什么这些 会影响到你这个 课程的学习的话 请你尽快告诉我 让我们可以讨论一下说 你的这个学习的这个成绩啊 或什么这边是不是 那个标准啊 或是什么 这边需要做一些调整 千万不要等到最后 最后学习末的时候 才突然跑过来找老师说 老师因为我什么什么什么事情 所以我这学期上课 怎样怎样 什么这个 所以没办法参与啦 或等等之类的 这个这个我都不能接受 因为你有什么事情的话 就是马上要跟我说 就尽快的跟我说 这是相互的尊重 这是相互的尊重 不要等千万不要拖到最后面 因为以前曾经 发生过类似这样的事情 那同学可能会觉得很遗憾 这个 就是说很不高兴 但是我也会觉得很遗憾 因为 嘿 这是 这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 就是说 包括各位其实在做那个专题的时候 也也请各位一定要参与 团队专题的一个开发 好 不管你在团队里面 你共 是不是贡献有很大 但至少你要参与讨论 贡献idea 或者是帮团队做一些事情 好 让这个团队的开发能够顺利好 千万千万好就是说 不要就是参加报名的参加了一个团队 可以加入一个团队 然后这个团队的讨论什么都不参加 那最后的时候 可能 团队 我是给这个组长有一个权限 或是组员也可以 你们在期末的时候可以跟我讲是说 是不是在你们团队里面 有些同学是从头到尾都没有参与的 好 这个来讲的话 我会这个就是把这样的同学 这个分数的话就不会让他过 所以请各位同学注意一下 就是团队的事情的话 你就是要去当做一个积极的 做一个参与 好 千万不要是说 这个好像 就是什么都不做 然后最后的时候就是上去 上去这个口头报告 或者是再上去说亮一下像 然后 这样子其实大家看你的眼光都会很奇怪 千万不要这样做 所以这个是关于这个课程的一个介绍 那 我会希望这门课程的话 是有这个 城市设计背景的同学来修 如果你没有城市设计背景的话 我会建议你不要修这一门课 因为我不会 我不会也没有时间 再去 再去把这个 Java的这个语言 从头到尾教一次 因为我假设各位都已经 受过一学期 甚至一年的这样的一个 Java程式设计的一个训练 那这个来讲我们就是把时间精力 就专门的放在这个Android的一些 相关的一个设计技巧的一个方面 好 好